总统府吐年的红包春联 今天开始发放 很多人不会寒流一早就来排队 因为适逢建国百年 今年红包利用中国减纸 才出了一支百年金兔 搭配连续多个一百排列成的底图 让整个红包袋非常的讨喜 另外今年总统 马英九不再放巧克力了 发放巧克力 而是改发放两枚建国百年的一元纪念币 让这红包袋意义十足 也吸引很多人一早就来排队